为了让921受灾户,能够拥有自己的家,县长李明珍以及县府相关单位,自去年起就积极推展921正灾户国宅专案让售计划,在县府将近一年的努力之下,终于将让售计划完成,在日前也进行授予土地权状的仪式。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为了我们这三十四户的我们平均的家庭,能够拥有他们的所有权,拥有他们属于自己的家,感到高兴。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,历经十多年的努力,北眉新社区的居民终于能够拥有自己的家,也感谢县长的用心,让北眉新社区的居民在过年前,能够收到最好的礼物。 感谢县政府所有的团队,能够将心比心,用同理心来处理这件事情,我相信这些的居民也能够以感恩的心,感谢政府单位的付出,还有我们林明珍县长,这么全心全意的协助他们。 县议员岳仁创,肯定县长林明珍,能够有魄力,将921国宅装安照授计划来完成,也在连贯南陵之际,恭喜北眉新社区的居民,能够完成多年的心愿。 在这里这里要非常感谢林县长在主政之下,非常的有魄力,然后刚才林县长有说明,就是19年来的租金,都可以铺陈到他的那个构价里面,然后每年的折旧,还用非常优惠的价格给这些居民。 在这里借着新年的到来,也要恭喜北眉新社区的居民,有一个尘埃落巧的一个住所,也感谢县政府。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,9年前有两位住户发起,都过他的妈妈许阿甘议员,串联铺里区各名义代表来陈勤,今天终于将这项工作顺利完成,也祝福这些住户们,从此能够安居乐业。 这个过程当中呢,其实呢,第一个要感谢的是,社区里面呢,有两位非常热心的住户,他们自己发起,然后呢,跟很多的民意代表,大家互相的联系,那来做不断的争取。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,也历经了不一样的县长,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李明珍县长,非常有担当,也能够提取我们民众,他们的需求,然后呢,终于达成他们的愿望。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县长以及县府团队的用心,让北眉新社区的居民,多年的心愿能够得到实现,同时也恭喜这些居民,能够在过年前收到这份大礼,也祝福他们的未来,能够就使安居乐业,生活更美满。 记者陈伟一,普理采访报道。